由中国银行、加拿大支衡、中国工商银行等赞助单位 加拿大中国商会为知识单位举办的商务午餐圆满举行 午餐会上由加州贸易理事会执行理事高师如只欢迎词 此外,多伦多市长John Tory发表演讲 他胜赞了加州贸易理事会为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之前去中国的时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希望能在将来再次带队去考察中国 将加州贸易继续推进 中国银行、加拿大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中国商会会长李爱华发表了演讲 得到了在场中外人士的肯定 卢大使这次第一次正式访问多伦多 而且借助我们两家商会这个舞台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还有我们下一步中加关系的合作 我觉得今天在卢大使讲话当中 很认真地回应了加拿大社会各界 对中加合作当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不回避问题 认真地去解答问题 然后促进了中加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然后进一步扩大合作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五三会非常好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 卢沙也致辞时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中国是一个状态的国家旅游贸易 而是一个状态的人 我认为中加双方应该增加互信 当然了增加互信的前提是增加相互了解 所以我认为中加之间开展人文交流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 增加人员往来 让更多的中国人到加拿大来 旅游学习经商 也让更多的加拿大人到中国去旅游学习经商 这个两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一个目标 到2025年要把双方的人员交往翻一倍 人员交往的数量翻一倍 不仅是把双边贸易翻一倍 人员交流也要翻一倍 在讲话中他希望通过双方努力 共同将家中贸易扩大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由中国工商银行总经理执行董事聂长文致感谢词 祝会议圆满成功 并预祝家中贸易越来越成功 午餐会坐无休息 大家都为家中贸易加强为宗旨 将家中两国经济合作推向高峰而奋斗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